在土城區公所舉辦的都市計畫說明會 參與民眾集滿整個會場 因為這可是攸關自身土地財產的重大權益 其中備受矚目的議題就是司法園區的成立 新北市規劃將土城看守所 新北地方法院及新北地檢署 搬遷至土城彈藥庫所在位置 但由於土城彈藥庫搬遷後 釋出的公有土地分布零散 預計將透過地權調整 集中分配公有土地 以利整體的使用 本次擴大都市計畫面積約162.04公頃 區正面積約55.17公頃 其中劃上的司法園區約24.34公頃 為了考量土城都市計畫都市發展壓力 及兼顧生態保育的需求 也將臨近非都市土地一併納入都市計畫 但由於影響的範圍也更廣 本次說明會目的也是讓民眾借此發表建議 聆聽在地人的心聲 希望它這個容積方面能夠適當地放寬 因為現在住宅區只有180 商業區240 這不合理極不合理 看看能不能開放回商業區300 住宅區恢復240 還有分回的建築力方面 分回土地現在依現前法令是分回40% 看看能不能分回到50% 這個大部分的地主的心聲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為了地方發展 但是就是政府也要兼顧地主及民眾的權益 都市計畫知識體大 如何在公眾利益和私人權益間取得平衡 是政府必須審慎面對的問題 唯有良性順暢的溝通 讓雙方了解彼此需求才能創造多盈 中家新聞吳亮弦土城報導